阿雅真的能夠如願的嫁給他 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嗎 而這位阿雅暗戀已久的白馬王子 又會是誰呢 一場電視史上最浪漫的狩獵行動 正式展開 我亂了 今天真的有一種要結婚的感覺 我覺得 如果你們可以感覺到我整個身上 散發出那種喜氣洋洋的氣氛的話 你們就知道我現在的心情是 真的要嫁了 我希望憲哥不要把事情給搞砸 究竟憲哥會釋出什麼樣的方法 來一元阿雅和夢中情人結婚的美夢呢 而阿雅的夢中情人又究竟是誰呢 超大型的情人節狩獵企劃 無家形式好戲登場 好厲害喔 今天應該算是我們為了要 迎接一年一度的情人節 哇 好棒喔 我跟你講一整年裡面最浪漫的那個一天 對不對 2月14號 你看這個就是一種 感覺有情人終成眷屬 對啊 怎麼會扣上去 變相植樹節 就好像沒有那麼浪漫 端午節 還有重陽節 重陽節 對啊 感覺沒有那麼浪漫 情人節 咱們特別企劃 所以呢 咱們要邀請到Nono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段特別企劃 好 Nono你要不要在今天就乾脆跟阿寶表白算了 表白 那我的情人節是不錯 太痛苦了 表白 可是有時候啊 我跟你講啊 有些感情它來自於源源不斷的感動喔 對… 對不對 兩個人本來沒有什麼感覺 進水樓台 她還先得怨啊 屬於說得好 虎若平揚是被犬欺 龍油潛水 她招下去啊 沒有 跟這有什麼關係 很批 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沒有 不行啦 我跟你講你要在今天要好好給Nono一個機會 因為2月14號呢 是男生對女生表達心意 最好的 3月14號呢 就看阿寶怎麼回答 今天命中率很高 對不對 乾脆你們兩位 來啦 假如說 假如 假如說 喂喂喂喂 你們不然那可以去哪裡 假如說 阿寶是你很喜歡的一個女生 你對她怎麼表白 兩位 我們只是給大家一個示範就是 連Nono都可以勇於表白 一定也可以 好不好 拿出勇氣來 對… 你要看我啊 你要看我 你要站過來一點 對啊 不要觸碰 阿寶 在過去的這一段日子裡 謝謝你對我的照顧 我知道雖然戀情曝光很快就會分手 但是我要向謝霆鋒學習 好不好 我會接納你的小孩 我小孩 哪有小孩 你以為這是王蜂戀啊 對啊 好啦… 希望你爸爸會 答應我們這一段位置 你敢學我後來 你還敢進我們家 就是 講太多 我會努力的把廣東話學好 相當不錯 來來掌聲鼓勵一下掌聲 對啊… 這個相當不錯 不過有時候很難講 好不好 但你看到這個會不會感動 當然會囉 其實… 有沒有男生對你表白過 還沒有耶 有啦 很多啦 真的嗎 我其實很多人喜歡阿雅 我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她 真的嗎 不早講 對啊… 誰啊… 男大當婚 他女大是當嫁 我聽到他講誰啊… 誰啊… 有嗎… 誰… 都是一些偶像級的 像那個羅密歐、羅志祥 小豬啊 小豬也喜歡你啊 周杰倫啊 周杰倫啊 對 我朋友都是帥哥 不會吧 周杰倫 回去打斷他的狗腿 真的很強 很可愛 年輕人不學好 就唱片賣三十幾萬張 喜歡我就要不學好 你這個怎麼講 不是喜歡你 那個真的是瞎了狗眼 我才問你 你情人節怎麼過 要看伊林有沒有空 什麼伊林 有啦 什麼伊林 很漂亮啊 伊林一東國嘛 伊林一東國嘛 對 伊林一東國嘛 對 伊林一東國嘛 對 伊林一東國嘛 我們現在已經伊林二了好不好 怎麼樣 我其實今天有一件大事情 要跟大家講 什麼事 什麼事 當著全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今天我要結婚了 什麼 喔 情人節特別企劃 就是為了你喔 對…我們這一週啊 叫做 好恐怖 你一起來好像就列人頭 那種感覺有沒有 沒錯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跟比照當年 吳鳳那個年代 咱們要出去啊 你們兩個女兒要嫁出去 很難的 所以我們要… 嗨呀 老吾啊 喂… 我這個婚要去結成啊 好處是守不了你的啊 東瓜雅 你這是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出去外面 看到喜歡的人 咱們就逼婚 好不好 好不好 來真的喔 我跟你講 萬一沒有辦法動房花竹葉的話 至少我們也達到我們結婚的快感 有美好的回憶 出去抓到就逼婚是不是 對… 那就來真的 至少要穿個婚紗 有個紅地毯啊 有個牧師啊 戒指啊 而且我告訴你 我都已經幫大家打理好了 真的嗎 歷史上有證明喔 我告訴你 只要兩個人在螢光幕前穿婚紗 一定會分手 對啊 沒關係… 沒關係… 過去了 過去就讓她過去 對啦 好不好 大不了我們去把… 真的不要想了好不好 不要想了 她現在也沒有比以前幸福 對啊 好… 好… 好 馬上來看看 我們情人節特別計畫 好 吳家的喜事 真是太好了… 結婚的感覺真是太幸福了 有個女人在晚上 在你最累的時候幫你捏腳 小搶那個雙腿 對 對 我只是想說 我來,寶貝 今天好像不是你要結婚耶 今天是你啊 今天是我姐姐阿雅要結婚 蛤 對啊 阿雅要結婚 對啊 阿雅這個貨色 也有人敢娶她 你幹嘛想貨色啊 蛤 她穿起婚紗很漂亮 妳都不知道啊 妳是跟媽咪的寶貝女兒 但是阿雅呢 是我們避孕失敗才生出來 她也不錯啊 我當時騎乘機車有戴安全帽 但是沒有想到 因為呢這個插狀太過強烈 安全帽破裂 導致於 女女這個姐姐的插線 阿雅你覺得這個可以撥嗎 當然可以撥啊 真的喔 對啊,安全的性行為這多重要 是… 那這個姐姐 姐姐已經來了嗎 她已經著裝好了 應該快要出來了吧 她穿的新娘服 我看大概也不怎麼好看 好了,趕快叫她出來 老伯,又來了 老伯又來了 好,寶貝女兒來了 來了 好 哇 不要這樣 你穿球鞋喔 不要這樣,你穿球鞋喔 嘿 嗨 久等了 來…寶貝 妹妹你好 我穿這新娘禮服 真的很美耶 這蠻特別的 而且還蠻大的、蠻自然的 還漏背… 厲害的 可是今天我來這邊呢 其實心裡面覺得很感傷 怎麼樣呢… 因為跟你們兩個也相處得很好 是啊… 但是今天我就要拜別我的父親跟妹妹 喔… 我要嫁了 你…你要嫁… 你會太高興… 你會太高興啊 對… 其實聽你這樣講 我是很感動 感動到想哭 但是應該哭的… 你應該很高興吧 對啊 應該哭的不是我 為什麼 而是那個男的 你倒是走個台步給我們看一下 對,難得穿婚紗耶 對不對,他們身材有沒有好一點 過年吃得滿風塑的 我要找一個男伴 先來演練一下 我在婚禮上好不好 真的嗎,來… 哎呀,我… 哇 小胖哥… 預備 音樂 要有幸福洋溢的感覺喔 要帶他走啊 來… 小胖哥臉都紅了 小胖褲子太緊喔 好,謝謝 掌聲鼓勵… 不錯…新的樣子,來 謝謝… 太棒了 那你這個新郎啊 到底是誰呢 新郎啊 我怕講出來你會吐血 真的嗎 是吐血還是吐 講嘛…對不對 應該是… 他現在身價少說的話 也有上億元吧 上億啊 對 上億的人 有了 誰啊 咪咪師傅 我像一個隻貓喔 那隻貓怎樣 那是… 而且他的眼睛呢 非常的深邃 感覺就像白馬王子吧 眼睛很深邃 像白馬王子 又誰… 他的鼻子 那不得了囉 喔,怎麼樣呢 我媽以前告訴我說 男生鼻子最重要 他的鼻子啊,長得好 喔,大不大 很大 男生是要看鼻子的喔 看有沒有錢 對… 對 而且他的鼻子很有特色 因為很陰溝 很陰溝 很陰溝 陰溝 陰溝的可以釣魚喔 很溝 那到底是誰 你這樣講老半天 我們都好奇了 新郎是誰嗎 我先說老實 他一直瘋狂追求我的啦 追妳 他不在意 他講都可以 真的 那我應該知道了 他有長處 什麼長處 又會追妳 那應該就是金門王 要不然就是李秉慧 要不然找到 要去哪裡找 這麼不在乎外表的男人 他的雙眼沒有失明 他覺得呢 他欣賞我 不但是我的外在很可愛 我的內在 簡直就是致命的吸引力啊 我們就有人笑出來 你會不會太殘忍 你都會不會笑出來 那到底是誰 你也告訴我們一下嘛 我現在不能講了 真的嗎 對 吳董 恭喜 不要再叫我當事長 好消息 吳董好消息 你不是重陽了嗎 那個告別式都準備好 什麼告別式 婚禮啦 婚禮 他不是要告別單身嗎 告別單身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我這場婚禮呢 一定要拜託所有的人要幫忙 真的嗎 一定要結成就對了 有 對 你要懷孕很多人會來幫忙 你放心 懷孕你幹嘛 大家來祝福啊 祝福他 好 我們趕快去結婚了 我要結婚了 她已經是女兒嫁人了 走了 乖寶貝 阿雅真的能夠如願地嫁給他 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嗎 而這位阿雅暗戀已久的白馬王子 又會是誰呢 一場電視史上最浪漫的狩獵行動 正式展開 我亂了 我亂了 今天呢 真的有一種要結婚的感覺 我覺得 如果你們可以感覺到 我整個身上散發出那種喜氣洋洋的 氣氛的話 你們就知道 我現在的心情是 真的要嫁了 我希望憲哥不要把事情給搞砸 究竟憲哥會釋出什麼樣的方法 來議員阿雅 和夢中情人結婚的美夢呢 而阿雅的夢中情人又究竟是誰呢 超大型的情人節狩獵企劃 無家形式好戲登場 我們馬上要歡迎我們的拳擊手阿虎 阿虎 你好 你好 你看這次來今天叫華仔 還是比較習慣 叫阿虎跟這個拳擊有關 對 沒錯 這一次情人結阿雅 想要狩獵的對象 就是人稱阿虎的劉德華 由於製作單位 事前告訴劉德華 這一次的錄影內容 只是做她的個人專訪 所以她並不知道 就在錄影現場的外面 有一個女孩子 虎視眈眈的等著她 當然 完全被蒙在鼓裡的劉德華 還很開心地接受訪問 完全不知道在訪問結束之後 將會發生什麼樣恐怖的事情 看你的鬍子 怪怪 你這些怎麼怪怪啊 喜歡也可以給你 好啊 歪了 沒有歪啦 你這個人也真搞怪 真是 哪怕阿虎這次 可以 他如果有這感覺 他老了以後應該還是滿帥的 但是我 我演爸爸 你怎麼樣 這個阿虎 你把阿虎還是倒出來 在這邊 你留一個膠好像被黑了一拳 對 我以為 天王黏過了 來 好 那 吃完了 不錯啦 還是要這個 你為什麼要找一個 拳擊的這個話題這樣 這個話題比較少人拍 比較少人拍 有啊 以前郭富城也拍過 有啊 有啊 你老師托這些人一起講 你是不是要這樣 好 好 來 沒有 我拍這個就是派局 我真的會答 所以講話要小心一點 了解… OK 拿得還不錯 那平常講 我以前高中時候也是練過拳擊 真的啊 是嗎 對啊 你叫我啊 我不會拳擊 你是打Inside還是Outside 我是打Outside的 Outside的 我是打Inside OK Inside是怎樣 Outside是這一種 這樣 對 Inside是這一種 Inside是這一種 Outside是這一種 對 來Inside Inside、Outside一起配合 就是這一種 所以 他是不太一樣 那拍這個戲 你聽說還要這個流血 沒有啦 因為拍的時候他們亂 這個大家都是亂打 亂打 亂打 就打到眼睛啊 就打到這邊 喂 還真的打 由於劉德華完全以為 今天的錄影內容 就是專訪他和介紹他的芯片 再加上劉德華和憲哥 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在錄影的現場 氣氛是相當的輕鬆有趣 此時的劉德華是絕對不會想到 一件令他無法想像的事情 即將發生 我真的沒有想到就是說 今天我的夢想呢 要實現了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體會那種很興奮的感覺 那不管怎麼樣 不管劉德華答不答應 今天他就是跟我結定了就對了 然後 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劉德華 就是房間裡面會貼他的海報啊 然後還會去買那種 他的戶備的那個相片 有沒有 你們知道嗎 那種戶備的相片 有沒有五塊錢那種 有 而且呢 而且啊 他的專輯啊 每一張我都會買 是不想要 此時艾亞喜悅的心情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劉德華正 一步步地走向他的狩獵陷阱之中 你看這部戲 現在在台灣我相信 現在已經算是大家 這個傳送度很高 大家看過之後也覺得說 真的是一部有學有淚的電影 也恭喜麥座相當不錯 那下一部會考慮拍 可能第101部嘛 對啊 會考慮拍101中狗之類的嗎 蛤 100部101中狗 好 還是 其實有一部電影我想找你演 是嗎 我們兩個演 也可以啊 我們共同出資要吧 要 找出演 我自己的搞音就對了 對不對 神探兩個半 續集 續集 兩個半 我第一部在台灣賣的 你是一個 我是一個半 神探兩個半 沒有 我之前我拍的 自己當導演那一部戲 我知道 對啊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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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 賣的很不錯 一幾棒 要不要 真的嗎 你給我看劇本 我不隨便拍劇人 我知道 拍的情緒是很 他這個街戲是很龜毛 而且他電影是他生命裡面最重來的一件事 對不對 還高過歌唱對不對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噴傷假 假的 非常 非常懇切 非常認真 人家說我是亞洲鐵人 不過 亞洲真正鐵人是他 他可以為了他的工作 不睡覺 不吃飯 就是工作這樣 婚姻呢 婚姻有沒有考慮 婚姻有啊 我都已經四個孩子 現在都不是秘密了 你哪看我還是啊 對不起 你幾個 我已經跑了 私底下 私底下 我跟你們說 我的孩子 藝人有時候在開玩笑的時候 你看他眼神喔 看著我 他是在買一些伏筆喔 將來 將來有沒有 五六個 然後 當時我沒有騙 我已經講出來了 我就沒有像你那種的計畫 真的嗎 對啊 騎乘機車要帶 安全帽 但是 那你小心 跌倒以後 安全帽破裂 還是會出一條人命喔 你要小心 你無所謂就 無所謂 我跟你講 好啦 那今天就訪問到這邊 好不好 我送你出去 那麼也馬上要移開台灣啦 好 恭喜你啊 這個電影啊 這個非常多的這個票房 我們來再次祝福 瓦宅的這個演藝事業 真真日上越來越厲害 好,Mr. Tiger 阿虎 來,我送你出來 好,謝謝 來 祝福可以了喔 可以了 好 專訪一結束 憲哥好心地表示 要送劉德華出去 其實是要把劉德華送給 在外埋伏已久的阿雅 阿雅能夠把握著 千載難逢的機會嗎 來 阿雅 阿雅 快 快 快 那個 那個 抓住了,快點 抓住 我要跟你結婚 你要一起娶她嗎 你為什麼要娶她 憲哥 我有五、六個小孩 五、六個小孩 五、六個,沒關係 他便宜當鳳梁 我不耐火 我要當那些孩子的嗎 怎麼了 跟我走 阿雅 快點,站起來 抓住 結婚了 結婚了 好,太好了 來,上 抱著 新娘 先來,先來抱著 快點,抱著 抱著 抱 抱 這是很開心的一個日子 黃天在上 後苦在下 僅代表上天賦予我的全力 再此為兩位證婚 請問 劉德華先生 你願意娶阿雅小姐為妻 共度精神嗎 天父願意 大聲一點 願意 請問阿雅小姐 你願意 一 五 好,太好了 現在五 神父正式宣布 兩人結為夫妻之前 要先 結婚 離婚一下 五 真的可以嗎 當然可以 趕快 真的嗎 還不趕快利用這個機會 爸爸把你下進這麼久 來,快點 快點,抱住 抱著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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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令人感動的一刻了 好 太好了 現在新郎可以唱一首情歌給新娘 抱,抱神父 來 我能不能也親一個 真的嗎 你要親新娘嗎 新郎 喂 喂 我不寫了 那新郎,請問你願意做新娘爸爸一拳嗎 我也 不願意 他們可以入洞房了嗎 可以入洞房 OK 送入洞房 送入社房 謝謝大家 謝謝 新郎把新娘抱著 好 來 要抱手 抱手 可以 可以 好幸福 丟在哪裡就可以了 丟在哪裡 好,有點傷 來 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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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福 接著下來呢 接著下來 兒童不移了 對 恭喜 太好了 你 喂 太錯了 劉東華身體不好 劉東華身體不好 只有三秒鐘左右 快 有好消息了 真的嗎 才兩隻而已 恭喜 還運了 雖然情人節的狩獵企劃 好像是搞一端了 但是吳家的喜事並沒有結束 因為劇中 吳家大女兒所丟出去的新娘捧花 居然是被吳伯伯所接到的 也就是說 劇中的吳爸爸有喜事囉 究竟吳爸爸的夢中情人是誰呢 長得又漂亮,身材又好 全台灣男人的性幻想對象 哦 這麼好 究竟這位讓吳爸爸有再婚衝動的女子 是誰呢 情人節狩獵企劃 吳家的喜事 再度瘋狂上演